请收看 绘律法师 冯雪讲座 再来 续身 这个续身啊 是以前啊 回乡下的时候啊 一个读书读得不怎么样高的 他骂他儿子啊 你这个续身 我说不对啊 因为不是念着续 念着醋 是有的 假理的时候 六極 幸空六处生亡 不然你就导不得 导在眼睛的大忙 我说 这你导不得 佛陀 这是导在滴调 你导在这里 是意思是你导在生态 像是在那种 你导在这六極 幸空要对嗎 那六極 幸空是导在滴调 你导在大忙 你按什麼行李大女 六處心碗 再來處身 處身有分成胎、暖、濕、化 胎身、暖身、濕身、化身 胎身比如說人、馬、鴨嘴獸、牛、大象、獅子、斑馬、羊 這個都是胎身 暖身、鳥類、魚類 屍身只要有濕氣的地方 譬如說沼澤、水溝、蚊蟲類的 這個都是屍身 化身是依照業力 按照業力突然變化起來的 突然變化起來的 那麼這個就是化身 譬如說天人啊、地義啊、惡鬼啊 這個都是化身 人是什麼身? 什麼身啊? 不對 人是什麼身? 嗯? 胎、絲、暖、化、通通、俱足 人 我問你啊 父母結合的時候 叫做什麼? 受精什麼? 嘿 受精卵 必須依臟的 乾燥還是濕的 濕性的東西 這樣說啊 有濕性 好了這個受精卵 啊? 必須具足 加上一樣東西才會活 這樣是什麼? 嗯? 神式嘛 這個受精卵沒有神式怎麼活呢? 神式是怎麼生? 化身 進入母胎裡面慢慢成長 將來出生以後 這叫什麼? 胎神 所以說 人 就是 胎、絲、暖、化 這是根據哪一部經典的? 知道了幾首? 嗯? 分かりました? 哪一部經典? 嗯? 開玩笑什麼金剛經 你亂講 用猜的是不是啊? 這裡沒有黏黏看啊 什麼金? 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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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A班 聽到說這樣 台中經典都沒看到 根據 嫩眼睛 嫩眼睛 好不好 眼睛嫩眼睛 開思暖化 行 瘦 想 千差萬別 行 就是畜生的這個形體啊 都長得不一樣 也長得很醜陋了 用的真的蠻好看的 像熊貓 這個形體啊 是長得炎炎胖胖的 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是吧? 那麼 壽命啊 有的長有的短啊 像中國的狗 是吧? 享受也不一樣 壽命也不一樣 人家這個美國狗啊 欸? 還給它頭髮 擋這個酒酒 口香糖 酒酒 是吧? 還給它化妝 還給它穿衣服 中國的狗 在哪裡啊? 什麼店? 香肉店 那就差很多了 差很多了 中國狗 跟美國的狗 除非啊 這條狗啊 是本身有技術非常好的條件 是軍權 比賽冠軍的 那一隻狗啊 冠軍的狗啊 一隻一百萬了 你看聽到我聽過啊 狗一隻一百萬的 人啊 發生車禍啊 撞死了 才賠多少? 才賠二十萬三十萬 一個人不如一條狗 你不知道啊 真的咯 一個人死了以後 才賠你幾萬而已啊 哪一條狗 一百萬啊 你知道嗎 所以說啊 人啊 最痛苦的啊 有時候還不如一條狗啊 那一條狗啊 如果說啊 這動物園裡面啊 或者是說 這馬戲團裡面會表演啊 那個狗啊 吃得好得不得了喔 好得不得了喔 真的呢 所以說有時候人啊 不如一條狗啊 這是真的啦 這是真的 形體也不一樣 壽命也不一樣 享受也不一樣 所以說啊 這個寒啊 瘦啊 嚥啊 都不一樣 千差萬別 再來 這個畜生 畜生啊 也是要受苦的 苦意 要牛啊 要耕田啊 特別之啊 要受人的欺食啊 再來 充實 要殺掉啊 要吃啊 昨天啊 前天啊 这个林树梅啊 借我那个毕露儿的那个录影带啊 写了这个 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生活 我们看了那是很恐怖的 录影带一放 小虫吃大虫 你在喝一口水 蛇马上就把你吃掉 你这个斑马 羚羊没有水喝 就在这个飞中 没有水喝 因为他们下三个月的雨 下三个月的雨 以后啊慢慢慢慢越来越干枯 没有水喝就要到 迁移几百公里的地方 去喝水 结果喝水的地方是什么 两只狮子在把手 那个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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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就是两只狮子就常常在那边等你来 你这个地方没有水喝嘛 所以那个 那个马一来喝水 那两只狮子就冲上去 马上就死了 一咬就死 马上就死了 他喝一口水都要死 命都没有了 哪里有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 所以我今天我常这样想 我假设我在这个这个热带雨林里面 亚马逊河里面 那个不是大虫吃小虫的 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那个小的东西一生出来 全部没有了 那像那青蛙的 青蛙的那个卵一产生 那个蛇啊 早就等在那边等了很久了 蛇啊 对毒蛙 对毒蛙 没有感兴趣 对那个卵啊 倒是很感兴趣 排了很多卵 几口就吃完了 还有那个乌龟 乌龟吃什么 吃鸟 这你没听过吗 对啊 那个那个 鸽子啊 鸽子 口渴啦 口渴以后啊 这个水边啊 吃这个水啊 这个乌龟很聪明 这乌龟啊 游游游游游游到火来 吃 这乌龟很厉害啊 他会拔毛哦 这个没有看到这个 毕竟影片呢 你还以为我在乱干呢 那人把那个毛啊 甩掉了 很厉害了 咬死以后 把一只毛一只毛 拔起来 那个水都浮出 那个毛出来了 你看 连那个乌龟 我们认为最是温数 碰到这个饥荒 一样是杀 一样是杀 这个青蛙 到最后没有食物了 干饭剂了 没有食物 就互相残杀 大的 吃小的呢 把高瓜 他的儿子都干掉 撑出来不久了 这个大的了 那个毒蛙 那个蛙 没有东西吃了 就把那个蛙 这样吃进去 同利相残 互相厮杀 所以说 看那个露营带啊 启发了很多 那个是很残忍 很残忍的 触目惊心 所以做人啊 不认真修行啊 来自啊 在跑到亚马逊河里面 当恶仪 很快啊 就会恶仪皮 你知道吗 恶仪的皮啊 就会做那个 就会给人家 做那个东西了 要修行 奉仙们一定要修行 要好好的念佛 要听师父的劝法 千万不要来自来自啊 我在继续修行啊 你今生今世都不知道 你往哪边 你来自怎么知道 你要往哪边 我问你啊 你来自怎么知道 你要出生在哪里啊 我觉得那个露营带 有必要在我们讲堂 放一遍给你们看 真的 哦 那一看来 没有人敢当畜生的 绝对没有人敢当畜生的 反正大的就吃小的就是了啦 但是有时候是小的吃大的 小的吃大的就是 狮子吃斑马 小的吃大的啦 放一遍 你去看看 你那个丛林里面的 那个雨林里面 那种残酷的事实 哦 吓死人 你说那个蜜蜂 很厉害对不对 蜜蜂碰到什么呢 碰到那个蚂蚁啊 百万大惊 什么也没有用啊 那个蜜蜂碰到那个蚂蚁哦 连那个小虫 蜜蜂的小虫 一只一只都拖出来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看到那个几千万的大惊 那个蚂蜂一进去 那个蜂窝 那个蜜蜂 都不敢靠近来啊 一靠近来马上就死 哈 那个录影带就看了 如果一个人啊死 还没有死啊 全身都是布满的蚂蚁啊 你认为这个情况怎么样 那个蚂蚁都是一只很大 一咬下去 马上就肿起来的 所以说 这个畜生啊 千万啊 死不得啊 不能变畜生 变畜生就麻烦了 It's very trouble 很麻烦啊 充实人杀 人要杀 互当 互相吃来自弃的 互相吃来自弃的 我认为啊 找个时间 把这个录影带放一遍给你看 你就会知道 那个残酷到什么程度 哎